再加上什麼東西 加上y分之然後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1 以前的課本有特別強調這個結構 你知道這個稱為叫實現什麼事嗎 來 你把它框起來 現在的課本沒有講喔 現在課本有出現但是它沒有講名字 這叫什麼事 這叫結句式 這叫結句式 簡單來說所謂的結句式就是 如果你能夠知道這一條直線的s結句跟y結句 s結句就擺在這裡 s的下面這個a就是s結句 y下面這個b就是y結句 所以像剛才這一題啊 你如果懂這個結句式的話 你可以一秒鐘寫出答案 你知道它的答案怎麼寫嗎 什麼東西加什麼東西會等於1對不對 好 那請問你 sy是要寫在上面還是下面 是要寫在上面 這裡是x 這裡是y 對不對 那x的下面要寫什麼結句 s結句這裡就寫-2 y的下面要寫y結句寫-3 我告訴你這個就是答案 這個就是答案 你把這個東西整理一下 就會得到它 你聽懂嗎 這個在課本的第幾頁呢 課本的第90頁的地方 它最上面有一段文字喔 我帶同學看一下喔 來 我們看一下看一下 有兩個重點喔 第一個 斜率為m 而且y結句為b的直線 其方程式叫做y-ms加b 畫起來 這個叫斜結式 來把它寫上去 這叫斜結式 然後第二個喔 第二個更重要 第二個給它一個讚 它說s結句為a 而且y結句為b 它的括號特別強調 a不等於0 而且b也不能等於0 這條線它是一條斜直線 它不能通過圓點 它的方程式經過推導 可以長得很可愛 叫做a-x加上b-y等於1 寫成這種形態的 我們稱為叫什麼式 叫做結句式 這樣你聽懂嗎 那這個東西你說老師可不可以標選 可以 結句式可以標選 因為我發現有一些版本的教科書 完全沒有提到這個結構的東西 它完全沒有講 所以怎麼樣 如果等於1 改成等於2 是不是會往內說一個 這個是 他要寫 往內說一個 你在功勢很小 你在講什麼 讓我別說好不好 8 這不關我們課什麼事情 你讓我別說 來 到目前為止可不可以 反正我跟你講 你這個直線方程式 這裡你要學會的就是點形式 點形式是所有課本 都要學的一個東西 那其他的東西 有些有有些沒有 我們課本有講 我就跟你講一下 這樣行不行 唉唷 唉繼續喔 還沒有結束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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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感性度啊 給你笑 不用感性度啦 要要要要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 要做得很多啊 請我卡來不及就不用擦 不行不行 你這樣太消極了 直接送錢 我是 我是注定要在講台上燃燒神 好不好 來 翻到課本90頁 我告訴你 接下來這裡有一個東西 很重要 你要仔細聽 我把它講完就可以 不過講完應該有一下課了喔 來 90頁這裡 你仔細聽喔 他說在座標平面上 所有的直線方程式 都可以整理整理一下這個形式 叫做A倍的X 哈囉 加上B倍的Y 再加上C W0 然後你要把後面那句話 把它畫起來 他說其中怎麼樣 這個A跟B怎麼樣 對 不同詞為理 請把這句話畫起來 不同詞 不同詞 為0 OK 好 然後他就這樣子喔 他說把這種形式稱為直線的什麼是 這種東西稱為直線的 它有兩種講法 一種叫什麼是 一般式 然後有一些教課書把它稱為叫什麼式 稱為叫標準式 來把它寫上去喔 OK OK 來 那現在進入問問題的時間喔 哇 這樣都要上好上滿 來 都要問你喔 我問的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A跟B不能同時是0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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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等於0這裡就不見 B等於0這裡就不見 沒有看到S 沒有看到Y 這是直線嘛 要不要來對不對 好那第二個問題 A跟B不同時為0 這句話把它畫起來 那請問你 A跟B的狀況總共會有幾種 如果你要分類討論的話 講話 這別班他們都講得出來 如果A跟B不同時為0 這句話如果我要進行分類 總共可以分成幾類 很多類是幾類 講出來喔 A跟B不可以同時都是0 把同時都是0的情況把它排除掉 請問你分成三類 對很好 來是哪三類 是哪三類要不要講出來 第一類是怎麼樣 A不等於0 B不等於0 來第一類 比如說A等於0 然後B怎麼樣 B不等於0 對吧 這是其中一類 然後第二類是什麼 第二類是A不等於0 然後B等於0 這是第二類 好再來還有一類 第三類是什麼 A不等於0 對A不等於0 然後B也怎麼樣 不等於0 好 那現在我想同學應該知道 我們接下來要講什麼 A等於0 B不等於0 那請問你這一條直線 一定可以寫成什麼形態 這一條一定是什麼線 A等於0這裡不見喔 B不是0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可以寫成Y等於什麼東西 Y等於K這種形態 對吧 因為你把這個C翻過去 把這個B除過去 B不是0 他一定可以寫成這樣對不對 請問你這個時候 這是一條什麼線 這是一條水平線 沒把它寫上去 對吧 所以水平線OK 水平線被包含在這個系統裡面 水平線喔 對吧 水平線一定可以寫成這個檔項 沒有問題喔 來 那如果A不等於0 V等於0 這一項不見 那你把A除過去 請問你這個時候 這一條直線一定可以寫成什麼形態 叫做X等於什麼 H 對不對 H是一個常數 請問這時候這個叫什麼線 這叫千直線 這樣聽到嗎 這叫千直線 這簡單講一下 那比較重要的是第三個喔 當A跟B都不是0的時候 這時候 他的圖形一定是一條什麼線 斜直線 很好喔 來寫上去喔 畫個圖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他的圖畫出來 會長這樣 就是一條斜的直線 好 斜直線 OK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跟你講不管是水平線 千直線 還是這種 斜直線 不管是一三走向 還是二四走向的 都可以寫成這種形態 這個叫什麼式 標準式 或者稱為叫一般式 然後今天的一個很重要的題目要出現喔 雖然我剩下六分鐘喔 但是我要把它講完喔 來請你翻到今天來 我跟你講前面有一個地方 剛才我叫周子銘給我很多站的是哪一題 第四題 第四題 來這個第四題 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要來問同學喔 這個第四題是說 有兩個點 A點做不要叫做誰 三一 來 V點座標叫做誰 V點座標叫做2 -2 對不對 相應兩點 對不對 而且這兩個點應該會連成一條寫的直線 對不對 座標圓面上兩點 求這條直線的方式式 我現在要從一個很特殊的角度進去喔 所有的直線都可以寫成這個形式對不對 對啊 好 所有的直線都可以寫成 A倍的X加上V倍的Y 有些書本會把它寫成等於C 其實我問你這個寫法跟這個寫法有沒有差 其實沒有差 只是一個把長數放右邊 一個長數放左邊 其實沒有差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問你喔 這兩個點在這條直線上 你要怎麼去把這條直線的方式找出來 有些人說很簡單喔 這個點在直線上 我們把這個點帶進去喔 來 3E帶進去你會得到誰 3倍的A 再加上1倍的V 會等於多少 C OK 這是對的 2-2帶進去你會得到2倍的A 然後怎麼樣 減掉2倍的V 等於C 好 我這邊我等你喔 我跟你講 你們到這邊就會卡住 我跟你講這個叫帶進係數 A跟B是等待你去決定的係數 現在呢 這個A點在上面 帶進去得到一個等號條件 B點也在上面 帶進去得到一個等號條件 我現在問同學 現在你有幾個位置數 三個 但是你有幾個關係式 兩個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這個ABC能不能解出來 我現在問的問題你要仔細聽喔 我現在ABC有兩個關係式 有三個位置數 我現在問的問題是說 第一個他能不能解出來 能或不能 那如果能解出來是無限多組解 還是恰有一組解 你要先思考這個問題 好不好 先想一下 然後告訴我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你覺得能不能解出來 你說ABC能不能解出來 你說老師要用點協式 欸我現在沒有辦法用點協式喔 點協式大家都會嘛 用國中那個方法帶進去解那個什麼 MS加K 那個大家也會 我現在就偏偏要從這個式子下手 請問你 ABC到底能不能解出來 講話 解不出來 解不出來 可以啊 好 來交換你說可以 那怎麼解 對先從你這邊下手 你說可以解啊 怎麼解 3A加B 你就把這兩個式子怎麼樣 相減嘛 那相減之後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3A-2A是誰 A 然後B-2B是多少 加上什麼 3B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0 然後我把這個東西這樣寫 A會等於-3B 請問同學喔 這個A跟B有幾組解 有無限多組解 對不對 是不是有無限多組解 其實你的位置數有三個 你的關係是只有兩個 這一定有解 而且是什麼解 是無限多組解 這個你國中就會解 來同學你看喔 A等於-3B 我現在問一個國中數學的問題 請問你 A比上B是幾比幾 你現在跟我說這個你不會看我會生氣喔 A比B是幾比幾 4-3比多少 1嘛 對吧 內向相乘等於外向相乘嘛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你要怎麼寫 A比B等於-3比1 所以你就令 A等於幾K A等於-3K 然後B等於幾K B就等於K 但是同學你要注意喔 這個K一定怎麼樣 這個K一定不是0喔 來寫上去 這個K一定不是0喔 它不可以是0 因為K是0的話 左軒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看 A不等於0 B不等於0 這是寫直線對不對 這是一條寫直線喔 所以你的A跟B不可以是0 你的K不是0喔 對吧 那接下來告訴我 要做什麼事情 你把它帶回去嘛 來你看 你把它帶回去 這一個式子 來你看這邊喔 A等於-3K 所以這裡會得到-9倍的K 然後 B等於K 加3K 我把它講完喔 來等於C 所以請問你 你的Cy等於幾K -8K OK 拿出你的B 把這個交流框起來 來 A叫做-3K V叫做K 來 我下次時間還你們喔 我把它講完喔 剩一點點 C叫做-8K 來 把它寫上去 把它空起來 快點 我等你 欸這高一的小朋友 這個又有一點概念喔 然後你在接下來怎麼樣 你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事嗎 帶回去 帶回去哪裡 帶回去一開始這個地方 來帶回去 A等於-3K 所以它會變成-3K的什麼東西 -3K的X 然後 加上什麼 加上 K倍的Y 然後 會等於 C是多少 C是-8K 然後你要再注意一件事情喔 同學我們的K不是0 K不是0 能不能把K消掉 可以 K不是0 你可以把K消掉 這個時候你就得到什麼東西 得到-3倍的X 加上Y 會等於多少 -8 這一條直線的方程式 就被你找出來囉 這樣你聽到嗎 欸 它答案是這個嗎 3S-Y-8等於0 沒有錯喔 OK 我告訴你喔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 比較慢 但是它很基本 你要仔細想想看 三個位之數 兩個關係式 這是無限多圖結 你看嘛 我每給一個K 就會得到一組ABC 聽懂這個意思嗎 好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講到這邊就可以了 謝謝 我們下次繼續 好